大家好,大家好,我是Kyoga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昨天的日文單字 那就是關於香港的 如果你想多學一些關於香港的單字 就記得每個月的月頭留著我的單字和回話編 我盡量會在每個月講一次關於香港的單字 好,那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 如果你有日本朋友來到 又或者你去旅行的時候想問你的朋友 是有可能會用到以下這幾句的 好,那我們看回以上這兩句文言 第一句,Shopping,就是Shopping Doko,之前大家已經學過的,就是哪一句 然後,おすすめ,就是介紹或者推薦的意思 所以整句就是會問你 如果我想去Shopping的話,你推薦去哪裡好啊 然後第二句的,要說就是留意中間 然後呢,Mongoku和Kosuibei中間不是用To 是用Ya的 那其實這個是YaYaNado的文言來的 就是等等等等之類的意思 如果To的話,只不過是王國和銅鑼灣 兩個就沒有之類的意思啦 好了,我們看下一個文言吧 好,那以上兩句呢 第一句呢,就是講年輕人最喜歡去哪裡的 就是年輕人 就是在這個目標的群組裡面的意思 然後,Ninki就是人氣 然後,街道就是給一個地方的意思 答他的時候,大家也看到一個Ya 所以是剛剛剛剛說過的YaYaNado的文言 第二個要說的就是Itsumo Itsumo在這裡的意思是一直都的意思 Mo是有都的意思 所以Itsumo就是一直都的意思 最後的Teimasu就是一個ING方 其實Teimasu是有很多的意思 但是大家可以記住 它是一直都在進行著 或者一直維持著這個狀態 去這樣記住先的 所以這裡整句就是說 尖沙咀和王國是一直都很熱鬧的 好,然後今天我們說了幾樣東西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很快地重溫一次 好,首先問哪一道的時候 就可以說是Doko Doko 然後推薦就是Osusume Osusume 然後要說等等等等 Zi處理的時候 就可以用YaYaNado 下一個要說的就是Itsumo 是一直都的意思 Teimasu就是這個狀態 是維持了一段時間 由現在到現在都在維持著 好,那今天我們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好了,麻煩你,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那,麻煩你,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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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